好的 现场的各位嘉宾的已经来到我们来接上了 接受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们共同来期待在今天晚上共同诞生我们今天的双冠双季 包括在今晚即将诞生的网络最佳人气前三名究竟会滑落谁家呢 现场的各位大湾区的家人们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们都可以来决定最佳人气网络前三名究竟是谁 掌声有没有 现场的雷银蛋的掌声 现场的男同胞费请你们解放天气好不好 不用再压抑自己了够辛苦的 掌声大喊声随时拍起来 好有请一号麻烦鞋 你刚才知道我还挺想站在这边的事实话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到我们有一个问答的环节 男主持人你来问 然后我们的三在选手你来答 好的那问的第一个问题 现场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回答呢 如果你是今天的评委必须谈跳跳 一位选手不能是你自己 你会选择是谁的 这一个问题 就不能是你自己 你是个要淘汰谁 谢谢这是高情商的回答呀 谢谢 好 接下来的时间 让我们请二号嘉丽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 有请 哇哪边的野狼在吼叫 来了OK 请我们的二号选手最后准备 二号的问题是 现在很多明星的包括普通人都喜欢整容 那请你说一下 成为一位全美嘉丽 对整形整容 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就是 现在是很多不出事 你觉得你已经更美不需要整 不是 就是不抵住也会长倒 就觉得 平常心态就会在这些心态 你随着看自己了 你想整就整 不想整就不整 你这是回答问题吗 就在画圈圈 可以了 谢谢 谢谢 好谢谢 谢谢我们二号选手 对 那我要提醒一下 我们二位主持人在问问题的时候 大家不用话声权了 要正面回答问题哦 好 第三个 来 有请第三号选手 来跟海接受我们的问题大考验 OK 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 世界上有四大弯区 你们说出有哪些吗 来 世界上的四大弯区 是 美国的纽约湾 哇哦 旧金山湾 有 还有日本东京湾 是的 还有一个呢 还有我正处于的 我们中国的粤港澳大湾区 大家收到欢迎的西方休息 掌声通过一下 谢谢 谢谢 来可以了 谢谢 主持人都没有背下来的 人家都会 谢谢 咱俩要赶索下这个人啊 是的 这是我们的第一组 感谢三位 谢谢 好第一组江丽 给他们热烈的掌声 那接下时间 我们要欢迎的是 第二组的嘉丽 好让我们有请 四号参赛选手 何二岁 五号参赛选手 顾雅婷 六号参赛选手 徐文婷 二岁 三位 四号参赛选手 我是不是 五号参赛选手 我许多了 真的是垂涎一笔啊 OK 什么问题吗 就是说 这种问题是 好像和你说的不太一样 那意思是说 带着所有人去保护家吃饭 对 意思就是说 这样去比较安全一点 啊 我懂了 我懂了 记得带所有人间 所有人去往后加 人家力量大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来 请回到渡台上了 有请五号选手 来 五号选手 哇 大家如果想鼓掌 可以积极地鼓掌 不要低调 好不好 震奉一下自己 来 下时间我们的五号选手的问题是 一个很帅的男人 就像我们的大掌会夫妇一样 那么就是 但是讲一下他没钱 没车没房 又爱你 另外又有一个很有钱 可以送你十套房 豪车随便买 有点不软 打你十岁 就像我们台下的 这个话是不是有格阵人 要我来说 来 黄炯 是黄炯吗 黄炯 我一想就是 你会怎么做出你的选择呢 来来来 我想问的是 黄主席 你爱我 黄主席大声说出来 黄主席 你到底爱不爱他 他为你爱不爱 爱 接受了吗 那我也很爱他 好的 来接下时间送个动法 那就是答案已经一目了然了 对不对 那我懂了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好的 好 谢谢 有请 下一位三赛选手 这问题是谁想的 这太细节了 我觉得应该很厉害的人物 小的 好 来 六号的问题是 国家鼓励生三胎 如果你结婚了 你会配合吗 当然会配合 当然会配合 为啥呢 支持国家 支持老公 把优标的基因传递下去的意思 对 改善高知了人类 是不是 懂了 OK 好 回事休息一下 来 谢谢 谢谢最后的加力 好 谢谢 这是我们第二组了 接下来的时间即将开始我们第三组了 西侯拉三杯 谢谢 谢谢 thank you 好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有请 7号参赛选手 曾伟霆 9号参赛选手 贾晶晶 10号参赛选手 陈子环 哇哦 OK 好 又请7号参赛选手 好的 大家说我们这一组的选手们 信不信感 太美 太美 先打声招呼 评伟老师们好 主持人好 我觉得这个问题觉得非常有趣 有趣 诶 嗯 最奇葩的一位选手 不能是我自己选的 看了 嗯 那应该是我会选三号选手 蔡欣倩 OK 这个梁子就结下了吧 的意思 诶 你告诉我 为什么 嗯 为什么说 我觉得她是最奇葩的 诶 诶 因为我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真的非常可爱 非常的甜美 但是呢 后面我再观察她 就是我感觉她 自己不说话的时候 安静的时候 非常高冷 我觉得这就是她的奇葩的地方 就是她的长相 她的气质 完全不一样 对 是的 所以我觉得我会推荐她 OK 回答的来得蛮不错的 非常感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那今天时间到了我们 9号 有请9号 讲晶晶 看看这个问题是什么 哎呀看看呀 大家听好了哦 你听好哈 社交媒体现在成为我们彼此了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哦 那你认为社交媒体在人们对于美的判断上面起到了一个积极作用还是一个消极作用 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我认为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积极的作用是什么 可以了吧 因为我们人类生活在进步 人类的审美也在进步 所以新的一些美需要新的一些方式来表达 需要一些新的方式来寻找 没毛病 的确是这样子的 对人的想法呀 一切都会发生一系列的改变的 谢谢 好非常感谢9号选手 接下来有请10号三岁选手 来 10号的三岁选手 彼此同申请听好题目啊 如果你发现你的蔚蓝老公出轨了我们的女主持人 徐佑 这什么问题 为你当场抓获了 哎 你会怎么做 请立马行动舞台交给你们 我先撤了 拜拜 怎么爱出名我老公干嘛呀 来了吧 行动起来 大家先把目光转过到女主持人我老公 这个 对 确实长得很想让男人出轨的对象 是不是 哈哈 我有点懵 哈哈 那首先我现在再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好 首先如果我的未来老公要出轨成为女主持人的话 那他绝对不是我的老公 因为他如果是要成为我的老公的话 那我们彼此一定会非常的信任 所以我觉得不可能会存在这种问题 这个还是相亲中之不游的爱情呢 不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是的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辛苦了 谢谢 辛苦了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三倍辛苦了 接下来的时间呢 下一組让做好准备了 谢谢 好 好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13号参赛选手 洪诺 有请14号参赛选手 卢丁之邦 有请15号参赛选手 谢小轩 OK 请13号参赛选手 我们15号参赛选手 15号参赛选手 王贤 来 接下时间我们要问到的就是 我们13号选手的问题 机体认为今天晚上的半军会是谁 为什么也会这么认为 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我认为今天晚上的半军应该是 13号选手 13号选手 13号选手一看上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在这里 是他在这里 来 我觉得需要给我们这样自信的美女的 这样一个新时代女性一点掌声鼓励一下 好吗 优秀 谢谢 谢谢大夫的热情 因为我觉得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 如果我来到这里我连冠军都不想当 那我连这个志气都没有的话 我提什么站在这里 对不对 OK 有这新时代 那个武则天的霸心在里面 心情还是要有的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拜拜 来 现在时间有请的是我们14号选手 不能说是不紧 好 是什么问题 当然不是我自己啦 嗯 嗯 要选一个选手不能是我 那我会选择1号选手 马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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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我觉得坑他没有问题 啊 OK 就是坑队友 是 最佳队友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现在邀请我们下一个小赛选手 下一位15号选手 如果你成为湾区小姐冠军 你会用什么方式来传递 真 善 美 如果我能成为湾区小姐的冠军 我都鼓励身边来保护环境 因为现在环境 严重污染 所以我会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让我身边的人保护环境 然后 让他们成为真心善良 真心美丽 真心健康的人 谢谢大家 谢谢 这个说得非常的好 让我们一起来爱护环境 这个翻顿和广告是非常棒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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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我们三位嘉丽 请回旗休息一下 谢谢 谢谢 好 接下来的时间 让我们有请16号参赛选手 朱永儿 有请17号参赛选手 王宛容 哇哦 还真的不用不说 我们的泳装都好性感 是的 有请16号参赛选手 向前走 来 现在时间会到我们的这个 16号参赛选手的问题是 如果 世卫总结发现 你可以有消灭新冠病毒的功能 但是你要牺牲你身上的一个部位 你会选择领部位 是身体上的每个部位 任何部位都选择 那我选头发 选择头发 对对 因为头发没了的话 还可以在长 然后长了就还可以在这里 你看看咱们的这个 外居小姐的这个睿智 这个情绪 可以啊 真的是可以的 好 谢谢 谢谢 有请17号参赛选手 17号参赛选手 来 谢谢我们三位参赛选手 可以回席 肉参赛选手 休息一下 有开赛选手 好 OK 还有一位 哇 这个是超菜一桌了 OK 来 我们看下 18号参赛选手 18号参赛选手 你身上有哪些以虎为傲的地方 又有哪些让你觉得 有点不太自信的地方呢 首先呢 感谢提问 我觉得我自信的地方 就是我在音乐方面 会比较有敏感度 像以前学音琴 我是自己自学的 包括那个五线鼓 我是听着 带着那个琴鼓 在琴上 好厉害啊 有天赋 然后所以 很多乐器 我们在短时间内 上手 一起弹奏他 好优秀 那如果说 我不自信的地方呢 我觉得应该是 心到又学会很少 我应该是在我错误的时候 感觉会有一些吃力 学无止境吧 我希望我们多学习 谢谢 把优点和缺点都收给大家 有音乐的这个天赋 但是呢 在学习方面 我们要继续努力 是吗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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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我们下回合力 好 辛苦了 请大家回到后台上休息一下 好 最后我们有请到的是 19号参赛选手 赵霖儿 20号参赛选手 张欣悦 21号参赛选手 月婷婷 好 谢谢 有请各位做好准备 首先有请19号参赛选手 来19号参赛选手 你的问题是请提好 你认为哪个标准是什么 来有请我们的19号选手 19号参赛选手 我特别喜欢粉色 所以就是我结果是爱乐公主 然后下一个就是什么 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毒苹果给谁吃呢 可以是嘉莉 可以是苹果 不可以是其他人哦 因为我还沉浸在上一个问题 我是公主中 所以作为公主呢 可能是具有善良和勇敢的品项的 所以作为一个善良勇敢的我 我会把这个苹果给自己吃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 你的我想问一下 你的这个声音是一直都是这么甜美 这么尖细的声音吗 是的 这是天生的好嗓音 没有办法 来谢谢 谢谢 好 好 现在有请我们最后一位 21号参赛选手 他的问题是 你认为在你身边的选手当中 谁化妆前和化妆 之后差别最大 这个有点 这个有点很 对 我觉得 我觉得是12岁 和几岁 12岁 4号 因为他不化妆的时候很清纯 化妆 化妆之后很惊艳 所以差别要不大 你看 本来我会多讲的事情 经过你这么一解释之后 我觉得说的很好 不化妆的时候很清纯 化的时候很惊艳 好 知道了 不代表你今天是我 许永 你别化妆说 真丑 你化妆说还行 是 我都回答你 完全是 谢谢 好 谢谢 感谢各位 感谢大家 接下来的时间 你们做好准备 勇请所有的嘉丽 要崇拜 武海 也是一次更全新的尝试 好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比较空心 但是我也希望大家要接受这个成绩 朋友们 我们要为大家来宣布 晋级下一轮比赛的名单 我只读号码 一号 名字也可以读啊 一号 马安琪 我所读到的是 晋级下一轮比赛 掌声最后一项 掌声 来 现场这位贵力的家人们 给他们热热的掌声 三号 蔡新倩 三号 恭喜 四号 何二岁 恭喜 五号 顾雅庭 恭喜 六号 徐文庭 恭喜 七号 曾伟庭 恭喜 双等 别读错了 好 别读 然后是 十三号 红豆 十三号 恭喜 往前站一步 十五号 谢小娟 十六号 苏永儿 恭喜 十七号 王宛荣 恭喜 十八号 徐曼锦 恭喜 十九号 赵灵儿 恭喜 二十号 张新月 恭喜 二十一号 岳田田 恭喜 我所读到的是 晋级到下一轮比赛的名单 没有读到的有二号 九号 十号 还有十四号 这几位参赛选手 没关系的 人生就是这样子 我只是觉得各位刚刚开始 不要气馁 未来的路还很长 我们把掌声送给美灯晋级 下一轮比赛的参赛家里们 谢谢你们的精彩表现 有请这四位 一步至舞台下方 先休息一下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在舞台上 挥洒的 每一分的美丽的语言 谢谢 那接下时间 我们也共同聚焦 在接下来的时刻 将会有更多的单项奖项 即将的揭晓 是的 暂时请大家稍事等待一下 现在我们进行单项奖的成绩的统计 单项奖有什么奖项呢 跟各位参赛选手们先来说一说 然后大家也稍事的等待一下 我们组委会的成员非常的忙碌 现在正在进行成绩的统计 大家也知道我们的比赛一定是公平公开公正的 所以说成绩都是现场进行统计 谢谢你们的耐心等待 一会颁奖我们将会颁发 最佳表现力奖 最具火力奖 最佳才艺奖 最佳魅力奖 最佳形体奖 最佳气质奖 还有最佳智慧奖 这几个奖项我们将会颁发 到底会花落谁家呢 咱别着急 慢慢期待 感谢观众朋友们 咱们继续等待一下 现在重庆马上进在统计当中 很快就要火辣辣的出炉了 这只是进行到下一轮 以后我还要再宣布 再进行下一轮的 有哪些 好刺激 是的 我发现在坐在台下的各位观众 从你们的眼神当中 看到那一份期待 那一份好奇 那一份渴望 我相信坐在台下的你们 同样是坐入沾沾 所以的话希望大家 稍后的话 不管是哪一位获得 我们今天的各个单向奖 都希望给予他们 最热烈的掌声和祝福 因为他们今天在舞台之上 所挥洒的每一份笑容 每一份美丽 都是经过在舞台背后 日以继日的 给予我每一次的排练 每一份汗水的付出 而在舞台上展现给我们 现场各位家人 各位贵宾 各位现场的朋友们的 每一份的享受 所以感谢我们台上 每一位嘉丽的全情付出 是的 从开始的各位嘉丽 是穿着活力的服饰 在这个舞台上 展示他们的青春活力 其二呢 我们又穿上了泳装 展现是他们的身材美丽 与性感 一会儿他们再来到 舞台上的时候 身上穿着到的 一定是优雅大气的晚礼服了 对 看到他们另外的一面的 美丽自信与优雅 朋友们 咱们共同来期待一下 现在组委会的成员 还在成绩的一个统计过程当中 这也说明是最公平公开的 是不是在跟谁回首呢 我以为您是在跟我们 这个屏幕镜包回首的 我刚刚说姚明 可以摇一摇 看到大家的热情 一开始在二楼的朋友回首 谢谢各位 等待一下 比赛就是这样子的 一定是最公平的 因为成绩有这么多的 我们领导老师都在现场 所以说成绩要逐一的进行统计 当我们下一次 再进行成绩的合计 速度就会加快了 因为人变得越来越少了 对 我们的奖项已经会越来越少了